今天我们准备去逛一下库车本地的大巴扎 因为前两天问了本地人 今天是有库车最大的巴扎 就是叫农民大巴扎 就在营地不远 前面差不多一公里多 我都听到那边感觉就有很多人的声音了 赶紧赶早去吧 赶紧赶早去吧 免得去完了买不到更多东西了 车里给大麦开上空调 我们出去逛逛就回 车我们的小电驴穿街走向 这种小路过去的 猫子 看到我拿到了 吓我一跳 又飞着呢 挺凉快的 猫子都带不稳了 这小路好颠 也把我颠下去了 不会 风吹过来 稍微舒服 一点都不热 一大早去赶紧 骑上我们的小毛驴小电驴 小毛驴 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人家现在还骑着小毛驴感激的 哈哈哈 一摇一摇的 到了吗 对就这条大道了 就这条大道 看这么多车子 是不是感觉了 前面好像是挺热闹的 看一下 风好大 大西瓜 拿一个大西瓜回去 你看看到了里面 你看这个树这么高远的拉 这么高的树拿来卖 有个院子给买回去种一种 你看挺漂亮的 这边是停车场 我们这个小店里要给钱吗 问一下 一块钱 你呢 汽车两块 这个也一块 对啊 正门停电动车的 我们这个小店里还第一次收费呢 这里是喇叭口龙毛交易市场 走你 我们进去逛一逛啊 感觉我们有点早啊 他们还在摆呢 还没摆开 是吧 进来的有点更太早了是吧 我们怕来得晚啊 所以说早早就过来了 没想到好像是有点早了 对 还没开始摆呢 人家这些东西才拉过来 外面这一层是 路面是卖这种衣服的啊 卖衣服的 我们往里面走走 人家这个三轮车陆续的慢慢开始进 先溜到一下 说不定我们溜到一圈完 人家这边就 所有的都摆好了 这是大巴扎 11点半了 其实也不早了 逛早树的话 不得要逛那么早了 早市起来肯定就很热闹 这大巴扎可能跟早市不一样 这边也比较慢生活 太早了 我们再骑小店里出去溜搭一圈 晚一点再过来烧烧热闹闹吧 我们直接骑到了大囊城 库车大囊城 这边是一个 类似于景点一样的 看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到里面买两个 很新鲜的库车大囊 库车的囊和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的 它比较大 门口有好大的囊 这边来参观还是需要门票的 但是你要是过来说买囊的话 它就不需要了 反正来都会买囊的嘛 对就会买囊的嘛 如果不买囊的话 那也就给门票 这边在哪里 这看一下阿克苏豪里 看一下吧 反正进来了 就在这里逛一逛 边上的好多囊 比阿克苏的一些特产之类的 这个跟囊的形状一样的 这就是囊吗 酒啊 它是酒 装的好有特色 哈石囊酒 哈石囊酒 我觉得这个挺有特色的 要不要买一瓶 我不要 哈 这边很有纪念价值 这边其他店都没有开门 都是空空的 就这个开门了 热囊体验店 看一下嘛 看一下他们的囊 嗯 一股囊香味 有热的吗 有 有现做的 有现做的 啊 多少钱一个 10块钱 10块钱一个 这么大一个 这个 热的 这么大一个 挺大的 这烤一个囊要花多长时间 一个囊熟的话要多长时间 5分钟就熟了 你们一天能买多少个囊 能买多少个 多少个囊 200到300 这么大一个囊 超级大 给老师半个身子这么大 坐一下 休息一下吧 哎呀 今天逛大巴渣 感觉逛了个寂寞 大巴渣也没有囊 先吃饱吧 吃饱再溜大一下 我好像把中间挖个孔 挂你脖子上 挂你脖子上 因为你脑子天天喊饿 天天喊饿 嗯 好吃 吃饱了 在库车才能看到这么大的囊 以为了 对 你去其他地方的话 可能 它真的没有这么大的 其他地方小的 卖5块 3块 5块 这个大一半 就卖10块 好吃 好吃 囊要掰开着吃 吃饱了 饿了 饱碎碎的 只要现烤的都好吃 对 我们就在这边买个库车大囊 吃了一半 吃了一半 走了 你看 这里多大的一个囊 在这里拍个照 其实也挺有感觉的 人间美食千万道 不急库车一个囊 囊 我觉得还是个好东西 饿了 来一口就行了 方便 好吃 这个牛肉回去夹果酱吃 对 我觉得夹我们的果酱 应该好吃 老徐说 这边有个好吃的抓饭 你看他 哪里有好吃的都知道 有小店里也方便 一溜烟就过来了 你看这边 已经在烤肉了 好香 好大一串烤肉 然后这里 这边装修的好好 我们在这边点一个抓饭 热抓饭 看着挺好吃的 要死一了 我们就点个干扁炒面 干扁炒面 有点麻麻辣辣的 麻麻辣辣的 这还有个烤串 烤腰子 烤腰子 他这边 你看他装修的挺豪华的 他价格的话 跟外面是一样的 新疆不就这样吗 啊 外面越好 你就去吃就好 反正好 东西的口味也差不多 外的东西也差不多 价格也差不多 对 像这个抓饭也是25吗 差不多 肉夹饭25 烤烤面也是25 这个17 然后这个是6块 剩的 都没差不多了 三奶 感觉一看就好吃 好纯净 酸酸的 这么小的 对呀 我喜欢吃腰子 上面有一层肥油的 它好像是比较瘦的 它把里面 这些就里面的心心 好久没吃腰子了 是吧 嗯 滋滋冒油再来好吃 这个有点差了一点 你看 太多应该不算 好吃 我可以喝 嗯 不要 跟腰肉串一样 带点那个肥油的话 好吃 啊 刚才把肥油给去掉了 是吧 嗯 没有腰腰 好吃 像那样 太久没吃了 吃完饭出来啊 我们再去溜达一下 我去那个大巴扎看一下呗 看看那个大巴扎 热闹了没有 去溜达一圈买点东西再回去吧 走 走 我们的小电驴就是在到处溜达溜达 这下午太阳就出来了 有个小电驴就是方便了 几公里内一下子就到了 下午这边果然就热闹的很多了 车子也多了 车子也多了 人也多了 我们现在再进去逛一逛 下午啊 人明显多了很多啊 各个餐位全部吃起来了 人呢也是非常多的 和上午完全不一样 什么钱是卖衣服的 全是卖衣服的一样啊 嗯 一圈一圈逛嘛 在这边有卖衣服的卖吃的 嗯 什么都有啊 卖的也很便宜 十块钱 帽子要不要买点啊 我不要 化妆品百货 这边这个巴扎呢是属于这个 他们本地人叫做农民大巴扎 去卖的东西呢 可能这和这个生活上面有关系 一些穿的呀 还有生活能用到的呀 会比较多一些 像这些各种百货啊 还有各种家里只要日常能用到的东西吧 都有 这钢也是卖的 对 五斤百货 还有一些 二手的这种电器 旧货吧 自行车 轮胎 哎呦真的是 非常的接地气啊 这个地方 看到这灯吧 应该是灯 石头都有 这个B41嘛 摸上油的这些 什么东西都有 各种 只要你有东西 你就可以拿来这个巴扎上卖 小古董哈 非常有这个烟火气息的一个巴扎 它不像 传统的 它不像正常那种 它不像其他的一些巴扎 卖的都是 以吃的为多 因为都是美食巴扎 这边就是 农民巴扎 想买点菜 感觉都买不到 对 菜的话也很少 都是卖一些衣服 改货 和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 手工做的鞋子 手工做的鞋子 有美食的地方 人就多 这边就是正门卖美食的了 各种 烤肉 烤鸡 烟火气 十足 卖点小羊菜 烤鱼 羊肉串 朋友 哦 这些羊肉串 哎呀 这个热的天 最多就是吃点什么 凉面能吃得下 烤肉什么的 我感觉吃不下 太热了 现在 但是人真的是超级多 你看人家 一盎一碗 那个 凉皮凉面 再配点烤肉 吃也是 非常有食欲 流汗了 流汗了 吃的人是最多的 终于找到卖菜的地方了 后面有牛肉 牛肉羊肉 还有卖菜的 4块钱一公斤 这个番茄 撑吧 撑一点 这菜就差不多啊 就是白菜 葱姜蒜 辣椒 豆角 番茄 胡萝卜 一般还有土豆 一般都是几 这边就是本地巴扎 没有其他带叶子的菜 对 没有其他带叶子的菜 刚刚刚发生自己种的 这回知道 带点现金了 对 水流完了 流完了 没干稳 这烟好凉凉的 热 热的没有食欲了 1块5毛钱 难道看到有个青菜 拿颗白菜回去吧 拿个小小的 这个 1块5 1公斤 就这个吧 行行行 谢谢 你好啊 你好啊 流大一圈出来了 里面感觉不是特别热闹 人是挺多的 都是来这边买一些 这个生活上需要的百货 会选择会更多一点 嗯 但是要买菜什么的 感觉有点少 对 好 这么多东西 10块钱 10块 便宜还是便宜 这是逛大巴扎 买的最少的一次 对 我看这娃娃挺好玩的 我又拿了一个 你这玩一只10块 看到这娃娃 我就忍不住 拿回去 给它慢慢玩 这个巴扎 这个巴扎 已经停了 有好几年了 也就是最近一件时间 才开放的 所以说 它的人气 还没有说那么的热闹 上不去了 还多了吗 走吧 走吧 你等着等着等着